本池在賽道上 過彎衝刺華麗而流暢 這台是機車大廠三陽的新車款 伴隨新車熱銷 也讓三陽從2004年睽違十六年 超車光陽 成為五月的機車品牌冠軍 車型外觀的設計方面 就是有委請國外來設計 動力跟性能的部分 其實他的早末很深 他沒有再像以前一樣的舊舊新裝 都是全新的開發 臺灣五月機車品牌試占成績 三陽以百分之二十九點二 登上冠軍寶座 超越光陽的百分之二十八點八 三葉則是以超過兩成位居第三 光陽連續稱霸臺灣市場二十一年 也說六月不會再讓嫌 加上先前在海外晶片掃獲有成 六月會拿出龍頭 應有的銷售成績 三陽則是推出七期環保一級油耗的 升級車款來應戰 光陽三陽的冠軍爭奪戰 讓五月車試變得精彩 不過在疫情下 能不能順利迎接下半年的機車銷售旺季 則是觀察重點 三立新聞 漁城虎旅培軍 台北採訪報導